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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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第一禮拜是 學校會不斷傳出生日快樂的歌聲 因為這天是學校的慶幸 全體術生都會在這天 來祝好這個月生日的動物 學校會正常讓每一班 一粒大約兩個 讓術生分享生日快樂 生日跟家人過跟小朋友 老師一起過的感覺一定不一樣 所以我們每個月 在第一個禮拜四 都會給各辦一個大蛋糕 讓他們這些有緣的同學 能夠一起分享他們的生日 當然有些小朋友 生日蛋糕對我們來說是 稀鬆平常的 但是有些家庭吃個蛋糕 並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學校就會舉辦一個這樣的慶生會 讓每個小朋友 都有人在他生日的時候 幫他祝福 因為當時的電燃國小 是一間推行健康的習慣學校 所以每個月學校 所準備的健康 都是雞油雞鹽的健康食品 學生吃得開心也吃得健康 那我們正南國小是一個健康促進的學校 那為了小朋友的健康呢 我們在以往的奶油蛋糕上面的部分呢 我們稍作調整 就把上面的奶油呢 全部去除之後呢 是一個比較純一點的 天然一點的一個蛋糕的一個材料來製作的 在南國小的學校 為了表面影響學生上課 慶生會的基盤的時間 都是利用學校 才是中途效果的時間進行 我們會規劃彈性課程 或者是利用中午 午餐的時候呢 變成是他們的一個小點心 然後有些老師呢 會利用我們下課的時間呢 有一個第二節的大節的下課時間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活動 在中國小的每個月的小課 除了有家人又好吃的以外 學校突養 還會準備一項特殊的點心 來讓小課評賞 你們喜歡慶生會嗎 喜歡 記者以名為 炒王報道